美国佛州一栋公寓部分倒塌悲剧 目前知道的则是已经有24人罹难 121人依旧是失联状态 不过因为即将有飓风来袭 当局为了避免风灾 导致公寓全面崩塌 也因此决定在台湾时间5号的上午10点半 将大楼给引爆 这栋公寓在当时爆破瞬间 立刻移为平地 现场也扬起了大片的烟尘 而爆破的主因就是当地 迈阿密戴德郡很担心 部分崩塌的大楼会因为飓风来袭 造成更大的灾情 也因此在取得失踪者家属同意之后 在今天执行的这一项爆破公寓行动